今年是旧金山中华文化基金会成立50周年 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基金会半个世纪以来的变迁 在1965年成立的旧金山中华文化基金会 以弘扬和发展中华艺术和文化为宗旨 而1973年启用的中华文化中心 就是第一个发展项目 坐落在希尔顿酒店三层 过去50年间 一直通过多样的展览和演出 向美国公众介绍中国传统和当代视觉 艺术 文学 音乐和戏剧 成为推动美中文化交流的一直先锋力量 也是全美仅有的几个 能将华裔高端艺术家的作品 推广到主流社会的文化机构之一 其实美国华人很多艺术家做了 可是没有被接纳 中华文化基金会就是会朝着这个方向 跟华裔的艺术家合作 打破这个世界上跟美国艺术的天花板 基金会旗下的文化中心 至今已经举办过几百个开创性的艺术展览 以各种形式不同的艺术家和多样风格 把握时代脉搏 如今更是把艺术和文化带到大街小巷 不是在一个艺术厅里面展览 也不是在一个礼堂里面展览 而是通过三藩市的街道 三藩市的公共空间 就是public space 大家共享这个艺术 九金山中华文化基金会 每个季度都会举办语言及文化课程 并定期组织华裔青少年到中国寻根 今年为了庆祝成立50周年 除了举办美酒珍修平乐宴以外 还携手新锐艺术家张爽 以时光隧道和全新视角的装置艺术 展示半世纪来的发展历程 方浩卫视刘海平 耿音东 九金山报道